记者从福建省政府新闻办1月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福建省龙岩市上海县临城镇城南社区龙祥西侧发现大规模网白二式恐龙足迹群,目前清理出恐龙足迹240余枚,其中包括直食性西角类、大型鸟角类、小型鸟角类、两指型孔爪龙类、小型瘦角类等至少8种。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多样性最高的网白二式恐龙足迹群,也是福建省首次发现恐龙活动记录。 2020年11月7日,由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发起,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组成联合考察队进行福建省恐龙资源调查考察工作,在龙岩市上海县临城镇龙祥村首次发现网白二式恐龙足迹群化石。 那么这么高的多样性集中在一个1600平方米的这个区域,是我们感觉到非常震撼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对研究古地理、古生态,在这个白二纪晚期的这个时候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么这个随着后续的研究的开展,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八大类里面有一些新的遗迹的鼠种出现。 2020年12月15日,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立霞,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原馆长彭光照,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 甘肃农业大学,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李大庆等三位专家深入实地考察认定,开展工作指导,根据专家组考察意见,已清理出240余枚恐龙足迹,呈现出面积较大,多样性较高,保存较好等特点。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更多的恐龙的化石发现,不光是恐龙足迹,而且还有可能是恐龙骨骼,还有恐龙蛋化石的发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下一步,熔岩市及上航线将进一步加强科学规划,做好恐龙足迹群化石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加强古生物化石资源调查,加快构建优秀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发展体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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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